大美,你看这天越来越冷了,我们是不是得开一会儿的暖气了? 那你想开就开呗 行,那过两天咱就把暖气给打开 要不好像还得找空调师傅修一下,好久没用过了那个空调 你觉得是时候该换了新的吧? 也是,你看都破成啥样了 你没两个,吃饭了没有啊 你默默唧唧的到现在才回来,你成全想把我俩饿死啊 就是,你不回来,我们哪有饭吃啊 对啊,天天出去捡垃圾,看你浑身脏呢 还有,我这沙发刚洗的,我让你坐这了吗 没有,我身上脏兮兮兮的 上哪弄钱呀,我不捡垃圾,买点钱 我不扫地,发点钱 你们,吃什么啊,喝什么啊 两个人在家,什么活也不干,就值得给我要钱 怎么,你个死老太婆,嘴这么硬 你到现在不还是住到我的房子吗 行了,别跟他说那么多 他今天该发钱了嘛,拿点钱,我去打麻将去 是啊,大妹,好像今天他就是该发钱了 快点拿钱 没有,我没有钱 快点,拿过来 还在这儿挡 没有,没有钱 拿过来吧你 大妹,还不少呢 你给我吧 我去打麻将去了,你去吧 我也去 你去啊 嗯 那给你一百 行 早走 这两个人啊 就知道 玩玩 给我要钱 你说说 我能赚几个钱呀 手机真呗 滚起来 你怎么躺在沙发上睡觉啊 你们呀 出去就是一大沙目 我在家里呀 打操打操卫生 使得使得家我 我这不是累了吗 我就停在这歇会 这是你躺的地儿吗 你也配 你赶紧我起来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手机能那么差吗 真的是我看见你我就来气 打死你 打死你 看见你就来气 天天在家里 就这样闲着 赶紧去给我们做饭 去啊 说你呢 还在这儿躺着 快点 大妹来坐 你说你怎么有这么一个妈呀 她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因为我哥 如果要不是因为我哥 每个月给他打 打那么多钱 我们会养着他吗 要不是那些钱 我早把他给撵出去了 确实 看见他就恶心 浑身脏兮兮的 天天捡垃圾 也不找个正 正式的活干 家里啊 有没米了 买垃圾卖 你还成钱 给我 反了你了 你个死老太婆 有钱不告诉我们 小范 这才两百 她是没米的钱 你家里没米了 还买米 买什么米呢 你身上肯定还有钱 没有了 搜 搜到水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少拿到那么多钱呀 我这一个月捡了垃圾 才买了二百块钱 是咱们家没米了 我拿点钱去买米去呢 把钱要走 咱们吃什么呀 吃什么 你还在这给我狡辩呢 我打死你 儿子 别 这好长时间 没有回家看妈了 那今天啊 公司没什么事 回来一趟 看看妈去 你个死老太婆 婚人出乎的 还在这找女朋友 你个臭老太婆 打死你 找钱 让你藏 小胖 李大梅 你们两个还是人吗 你们两个 居然这样对妈 小胖 咱妈小的时候 最疼的可是你呀 咱妈 对你都好 你难道都忘了吗 你个狗东西 哥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妈 他偷我的钱 我才打他的 我在门口 听到一清二楚 李大梅 你居然还怂恿我弟弟 打我妈 李大梅啊 你们两个 知道妈的钱 是怎么来的吗 好 哥 妈原来那么辛苦啊 我真不是个东西 我整天就想着打牌 我对不起妈 更对不起你 哥 我也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那么对妈的 你看我嫁到这个家里 那么多年 什么活也不干 还天天跟妈要钱 这都是我的不对 你们两个知道吗 妈 为了跟你们买这套房子 在外边 没人没人的干活 白天 三四点就去扫垃圾 还要去给别人卸货 才落到这一身的病 你们两个 居然这样对妈 既然照顾不好妈 那行 我把妈接走 哥 别把妈接 走吧 别 别妈 别啊 走吧 哥 妈 别啊 别 给我们一次机会啊 大美 走啊 你干什么呀 你天天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干 我还养你干什么 拿着你的东西 快走 快走 是啊 走吧 这个家里啊 不要你 我妹 不要你这个二人媳妇 走你的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能娶上你这样的女人 小胖 咱们两个才结婚三天 你就要赶我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呢 我狠心 就你这种女人 白给我我都不要 我真是瞎了眼了 赶紧给我滚 拿着你的东西 妈 我们走 行 带着你的东西 赶快走 小胖 妈 你们让我进去 小胖 妈 小胖 妈 行 我走 你们给我记着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她们竟然这么狠心对我 我发誓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回来找她算账 你们都给我等着 大美 嗯 你以前就住这个地方啊 是啊 破破烂烂的 一股农村的气息啊 对啊 你说 她家那么穷 她竟然 还嫌弃我 我倒要看看 她们现在过得 到底怎么样 走吧 陪你一起去 小胖 啊 这就是她家 哎呀 这房子可真破呀 你等着 我叫门 行 大美 你回来了 老大婆 你在这儿跟我套什么关系啊 大美 这个老太婆 是谁啊 她呀 她就是我那狠心的前夫的妈 那个死老太婆 老太婆 你儿子呢 让他出来 我这次来啊 就是过来让他看看 我现在过得有多好 我就是过来报复他的 老婆子 赶紧把你儿子给叫出来啊 以前 你儿子对大美 怎么不好 我现在啊 要怎么对他 大美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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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世了 死了 死了 好 省得我找他算账了 去世了 老婆子 你骗鬼呢 当初五年前他赶我的时候 那身体可好得很呢 大美 其实当初我赶你酒的时候 我没心有苦衷了 妈 妈 妈 小胖 检查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 嗯 怎么样啊 妈 你看一下吧 小胖 你 你在 你的这病 和你爸 那个时候 在那病 那么一样啊 妈 我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样子 我 真的遗传了 我爸的那个病了 妈 我这 也活不了 多长时间了 我这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大美了 是啊 你跟大美 多好的姑娘啊 嫁到咱们家 你就栽成了 这样的病 以后 让大美 怎么往后 过日子啊 妈 这 大美 怎么办 要不 我们想个办法 把她撵出去吧 我走了以后 你们孤儿寡母的 只能 受苦受累 不如 我们把她撵出去 以后 她还可能 过一点好日子 小胖 这样 这样合适吗 这 对大美 也得太狠了吗 妈 如果 如果 我们现在 不对大美 狠心一点的话 等我去世了 你和大美 可怎么办啊 小胖 无聊大美 以后能 好好的生活 不看到你生命的样子 但也只有 咱们两个 咱们两个 很一起 把她 提前赶走 妈 那 我们就这样 做吧 行 日子 既然你都 替大美 想好了 那咱们 就这样 做吧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妈 你说小胖 发生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们骗了我五年 我也恨了那五年 结果 五年之后 你就告诉我 这么一个结果 行了大美 别哭了 没想到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妈 你看 小胖他也走了 你一个人在这 我也不放心 以前我不知道 我还恨你们 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要 把你接走 来照顾你 小胖 大美 能不能 把 小胖的妈妈 一起接过去 跟咱们一起住啊 大美 你放心吧 既然你的前夫 已经不在了 他们呀 当年对你 也是为了你好 行 以后啊 咱们给他养老 行吗 妈 小胖他 葬在哪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 我想跟他道个歉 也想好好跟他说几句话 大美 妈 现在就带你去 去看看小胖 行 走吧 我带你去 哎呀 你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